上百名游客一早就带着行李到码头排队等候 一看见客轮终于靠港都欣喜若狂 除了书运开始恢复之外 补给物资也开始进行 一箱又一箱的生鲜蔬菜 从船上推出来交给岛上居民 因为再不补给的话 整个岛都将陷入缺量危机 因为超商都变成这副模样 一走进超商商品货架上空荡荡 连每天会补充的面包都被抢过一空 就连巧克力和糖果区也都被扫光 蓝宇超商里冷冻货架 上头的微波食品和乳制品更是被抢过一空 绿岛也遇上同样情形 岛上的超商货架同样被买光 又要起受到东北季风影响 往返离岛的床班停航两天 加上运送物资的货轮全部停驶 蓝宇和绿岛滞留人数 加起来就要死千人 不过这似乎没有影响 准备上岛玩乐的游客行致 有多担心船班停航 因为观看这几天东北季风增强 船务公司六号紧急宣布停航两天 好在八号一早加开四航班 而在国庆年假准备前往离岛的游客 也做好心理准备 连接车载着一箱箱水到码头 准备一一卸货送上船 一旁好几台小货车上有各式调味酱和沙拉油 还有新鲜的青菜和水果 连店家叫的鸡蛋也都送来了 就怕国庆廉假这几天东北季风再增强 这次积极运不上岛 避免关岛缺粮恶梦暂时上演 现在是王浩远张旗伦台东 看我们的